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桑迪斯后发之人 很多东西是政治上的一种取向 政治上的一种做法 我们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实 就这个真相事实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说 最终大选的结果最终会怎么样 其实不是人说了算 是另外的 人从来没有说了算过 但是人们会拼命的认为自己可以说了算 所以这就是一个保守派跟左派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川普有在今年的策略上有差很大的改变 之前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川普的团队当中聘请了共和党的一些很高级的人 非常高级的人 他有钱嘛 那他采取了就是更加趋向于党派的概念 趋向于这种党派 原来跟原来那东西多少有点冲突 但同时呢 他的女儿离开了他 而很显然班农等人呢在回归 所以这是一个在川普身上又出现比较矛盾的 是比较矛盾的东西 因为他转向了共和党的这些高级幕僚 这些高级的智囊 但同样的又接受了班农这些人 而宾提掉自己的 而女儿跟他是分掰了 所以这个有点复杂 有点搞不清楚 而在他对德桑蒂斯的问题上呢 川普基本上就是攻击的 就是德桑蒂斯支持什么 他要推行什么 川普就攻击什么 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解释过 其实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但川普确实是这么做的 结果被德桑蒂斯抓到了 就是抓到了把柄 他就是这种政治上的攻击了 我们就讲说 因为凡事都相生相科的道理 你可以看到出手的人呢 他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德桑蒂斯在这个 在昨天攻击的时候呢 他说不知道川普发生了什么 他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川普在向左 在向左派转移 他说这种做法 包括我的一些政策的攻击 他认为呢 那些攻击的本身是左派的 左派的做法 不是这个真正保守派的做法 而恰恰德桑蒂斯呢 被左派势力称为呢 是让美国再伟大的延伸 叫美国 美国伟大的回归 所以就变成了他是极右的 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上说 那对啊 是这么回事 川普让美国再伟大 他在川普再伟大基础上 偏向了更右 所以这就表明了 这是一种动态的 也就是说 到底是川普向左了 还是这个德桑蒂斯更右了 各自说法不同 我不建议大家太去讨论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一种 跟政治上的手法是相关的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你可以从中看到 作为政客在攻击对手的时候 你看到做人的一些品质跟做法 做人的品质跟做法 那德桑蒂斯呢 是以后发制人的方式出现 然后他列举了一些具体的事实 就是川普攻击他的事实 跟川普自身的一些做法的事实 然后他又表现出极其强硬的做法 他说第一个 如果我成为总统 我第一天就要把FBI的老板开除掉 这个不会有任何意义的 对不对 我相信作为保守派的人 都会接受这一点 那川普并没有 川普指责FBI 没有指责雷 并不是不指责雷 但并没有像 德桑蒂斯表现这么强硬 第二个 德桑蒂斯要特赦 特赦所有的国会事件的人 他说包括川普本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筹码 压在川普身上 因为特别检察官据说已经结束了他的调查 而特别检察官对川普 史密斯对川普的调查 就是1月6号这件事情 集中在1月6号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海湖庄园的文件的问题 海湖庄园的文件的问题 显然就是很难往下走 因为美国国家的美国国家档案馆 在上个星期发出的消息说 自里根之后 美国历届总统 自里根之后美国历届总统 都把相应的一些机密文件带回家了 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不够严谨 那如果作为档案馆这么讲的话 就等于是给川普这个罪名开罪 其实就是就这么回事 对吧 那也就说所谓机密档案的问题 根本就没办法 就是所有人都有 都是这问题 那就变成了今天的FBI跟CIA的指责 FBI跟那个司法部的指责是罪恶的 是故意去阻碍川普选举的 这是 但是在1月6号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特例的 它是不一样 那在此之前已经判了几百人罪名 罪行 这是真的 所以这样的话 他可能在那个问题上出现 那是否最终会怎么样 不知道 说句心里话 不知道 那作为左派的 作为这个美国的司法系统 他会选择最有效的时间 去审理川普的案 去影响川普在选举中的位置 所以那美国中美国的共和党最终的定位 最终的定位要在明年7月份 还有14个月 所以也就是说在明年7月份之前 川普的案子会就是如果 如果左派想真正打击川普的话 一定是在共和党 共和党在推出选举人之前 司法上要有动作 所以这些都是干预选举 但是呢 他绝对不承认它 所以人是 这就是人坏了 对吧 人坏了 那这样的话 如果是左派完全对着川普的话 那德桑迪斯就变成了渔翁得利准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德桑迪斯自然就会成为了跟左派是离世一伙的 所以 这是我跟大家建议就是说 不要去讨论这些所谓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 但是呢 他透显出生命的本身 根本上还是劝大家 要能认明这社会的环境 就是人类现在的生活环境 不是正常人的环境 人们已经败落到令人难以启齿的一种场面 而现在人身在其中 却没有自我觉悟 就根本没有自我觉悟 根本没有自我的一种一种识别 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那所以这是德桑迪斯拿出了几个 比较关键的政策 另外一个呢 他因为川普指责德桑迪斯 在佛罗里达州处理疫情的问题 那德桑迪斯牛脸直接攻击川普 说一切的在美国社会中的一切的麻烦 是你任命了福奇 是你川普任命了福奇所造成的 这是这么回事 这故事是这么来的 对不对 所以那川普在这样的一种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 在这种纠纷中 你会让选民 让选民也很难的 很不好办 很难的 但是呢 德桑迪斯完全回避 川普所遭受的迫害 这是一个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解释 川普在 在真正的这种 这种政治层面 最低的这种竞争层面 如何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的独特性 它独特性 那这些既有党派东西又有个人的成分在里面 而德桑迪斯在24小时之内获得捐款840万 这是应该创纪录了 那这个概念呢 怎么去比呢 超过了当初2019年的拜登 就是他宣布当前 也很可能会超过川普 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是六个星期达到960万 但德桑迪斯是一天800多万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这个东西有很多技巧 就是肯定是他竞选团队的技巧 而这种技巧呢 所有竞选者都在用 你只要聘用了竞选顾问 有你的团队的经理 他们都在用 对吧 当都在用同样的手法 就是说你想捐钱了 你先别捐啊 到时候再给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 但他不同的就是 川普的钱来自于普罗大众 那像德桑迪斯这些人的钱 肯定来自于一些大户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 又可比又不可比 但是呢 大家能看到其中的故事 所以也就是我个人一再跟大家强调说 要超越出来 否则的话这个社会太混乱了 这篇报道是来自于刚才英国的每日电讯 我们就跟大家基本上我跟大家介绍了 德桑迪斯说我不知道川普到底发生什么 但他在向左派而走 他说跟当初2016年成功进入白宫的时候 他完全不同 方向不同 你不能说他对你 这个怎么说呢 朋友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了 德桑迪斯开始攻击他 那这个攻击内容呢 是在几点上 他是在田纳西保守派主持人叫马特莫菲 他说跟2016年的川普完全不同 他偏左了 没有坚持保守派的价值观 他说作为候选人或者总统不应该这样 这个我们刚才跟大家解释这个缘由了 那然后说德桑迪斯再次回归到传统的媒体 这部分就是马斯克失败 这是马斯克失败 24小时之内他拿到了820万美元 2019年当时拜登是630万美元 630万美元 那川普在11月中宣布竞选后 6周是950万美元 所以德桑迪斯很可能会击败他 这是这个因为有一个时间的背景不同 时间的背景不同 跟环境不同 川普在向左 他说但是呢 而我一直是保守的人 如果辩论起来浙江很有意思 我可以跟你说你不是靠向左而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获胜的 你靠的是坚持大胆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获胜 在佛罗里达州我做到 我们就不知道川普怎么应对 就川普肯定会应对的 对吧 那这种场面呢 肯定要开辩论会的 那川普如果在这种场面上 在8月份美国共和党进行辩论的时候 川普说我不参加 我看起来有点难 我感觉看起来有点难 如果你川普不参加 那德桑迪斯 我们换着别人 会在整个辩论会上 肆无忌惮的进行攻击 那你将如何 你不能不可能 只仰仗真相社会去反对他 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很现实了 也就变成了 当德桑迪斯出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在保守派当中的精英 他在如何展现他自己的能力 这里跟大家提醒 就是德桑迪斯同样是学法律的 一个学法律的 一个保守派的检察官 他展现出来的概念 会跟他的保守的价值观 跟法律结合在一起的 那川普是生意人 所以大家的 大家的整个品质的基点 是截然不同的 那共和党人呢 40%是川普的铁粉 铁粉 你怎么着都会选川普 但这种做法的故事呢 将出现一个很大的变更 就是会出现很大的变更 我跟大家解释过 就是说川普初期的民调太高了 这样的话 在德桑迪斯出手之后 你只能看到川普的民调往下摔 那怎么办 那我不知道川普发生什么 但他完全不同 然后说呢 川普早期的政策 数百万美国人 是因为在2020年3月份 将国家交给了福奇 所以福奇是罪恶的 你怎么去攻击 你怎么 川普怎么辩护 我们并不清楚 但这是事实 这真的是 是不好办 我跟你说 真的不好办 然后他又上了福克斯新闻 他说首先要解雷 FBI的老板雷 所以雷也是川普任命 是啊 他是这么来的 这个作为一个政治的竞争者 他是这么来的 然后昨天晚上在这个 在这个Newsmax就谈到了移民问题 他提到说 对不起 他说他攻击我的内容 我感觉很困惑 因为呢 他用了左派的说法 他很强硬 所有问题上都很强硬 他说但是呢 有些内容应该是对的 就是说很简单的 为什么我说的东西 他都去攻击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他打击我反对 投票反对移民大赦 他说2018年 当时就有过类似的东西 就跟像建墙一样 所以德桑迪斯是反对 对移民进行大赦的 那川普呢 又反对了德桑迪斯的说法 所以在这个故事上 我们之前跟大家解释过 川普不要 凡是德桑迪斯的 全都反对 不要那么太紧 留下空间 比如说 可能说涛哥 你也太狡猾了 OK 如果你那么认为 我也不反对 但是呢 It's too tight 给人感觉就是太小气了 太过分太小气了 因为过分小气 相生相克的道理 会把自己捆绑的 这就是 这就是德桑迪斯在攻击他 有一个概念啊 支持川普的人 不会因为德桑迪斯这样的说法 而放弃川普 这是基本上 大家是一个共识 但是 对于独立选民 对于其他的人 将会出现全新的看法 它是很自然的 因为政策的辩论 跟所作所为的做法 就是德桑迪斯后发之人 川普已经和盘端出了 而且持续了将近六个月 你已经没有新的东西了 那德桑迪斯是在你的 在川普的所有竞选的问题上 跟所作所为上 去打击川普 所以这是靠选民咯 这大家知道要靠选民咯 所以他讲说很奇怪 他认为呢 川普个人在改变 然后他认为 川普第一个在佛罗里亚州 提出这样的理由的时候 他说他将更好的兑现 川普曾经承诺 而没有兑现的承诺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川普在改变 在财政上 在很多财政问题上 离开了 在文化上 他留在 他说 他站在迪斯尼一边反对我 迪斯尼呢 是 迪斯尼呢 是这个 是左派的 这是肯定是左派的 那下面就介绍了 德桑迪斯个人的问题 这就没什么了 然后就谈到打赦 他说如果他被控有罪 我将特赦川普 考虑赦免他 他其实是指赦免所有的人 他说这一点呢 所有人都会看到 因为这件事情 作为国会这件事情 他的态度很坚持 很坚持 德桑迪斯许诺国 要特赦所有的人 所以我个人还是这话 我们现在看到这故事 大家要从真正的 这种纷乱的环境中 要能解脱出来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这就是昨天后来 有人就提出来了 有不同版本的 他主要是讲述了 当时马斯克在接受 BBC采访的时候 是一样的 说BBC跟马斯克 进行在线采访 他是用推特的账号 作为主持人 所以当时在线是300万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数字是300万 当时的在线数字是300万 在这个空间里头 所以这就是一个 这是个疑问了 因为有人 不同人都有不同讨论 这是另外一个账号 那这个账号里 显示出来是330万 所以他的排序内容 是一样的 也是就像大家看到 这样的排序 那靠前面的人 确实都是比较 推特比较大的账号 那问题就来了 他跟BBC 做同样类似专访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接受330万 但他自己跟德桑迪斯 进行对话的时候 怎么只有70万 那就真是那句话 是德桑迪斯 把推特干掉了 把马斯克推特干掉了 马斯克在技术上 应该他找不到答案 所以我就跟大家解释 这是有着某种 很特别的背景 大家你如果朋友 你不相信的 你可以在这个推特上 你打进用英文 中文没有用的 马斯克BBC 你就会看到当时的场面 所以朋友们 你可以去 我们就探索真相 有了真相事实之后 我们想知道他为什么 那这种奇怪的状况 没有人去解释 没有 马斯克也没有解释 为什么 所以我相信 马斯克不知道为什么 那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真正的为什么 我愿意把它理解成是神迹 我上期节目中讲了 有些神迹的展现 是不能令人解释的 而他故事的出现呢 就是对现在的高科技的 一种嘲讽 一种天意对高科技的嘲讽 所以这份嘲讽 既可以说是 德桑蒂斯带来的 也可以说是对马斯克的嘲讽 就是有着某种超能力 已经在我们现实的环境中 展现他的力量 人们肉眼看不到 但客观发生了 在公众的背景之下 在大家验证的背景之下 那谁能在其中有所醒悟 取决于个人的悟性 而不是其他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